几天上午从高雄飞往澎湖 结果在10点38分降落马公机场的时候 发现左右一共有四个主轮胎 竟然爆胎的意外事件 紧急疏伤了机上的旅客跟机组人员 一共69人 消防车来到飞机跑道要进行灭火 十几位维修人员仔细检视爆胎的受损情况 这架复兴航空G1214班机 上午10点07分从高雄小港机场起飞 飞往澎湖马公 10点38分降落马公机场 在跑道滑行的时候 左右两侧的四个轮胎突然发出爆炸声 飞机紧急刹车后 发现距离跑道头还有3000英尺 距离末端也有一大段距离 机身没偏移 不知为何会造成爆胎 机上的65名乘客与四名机组人员 经历一场空中惊魂 有爆胎的声音发出来这样子 他打开从海外上就看到 飞机已经确实是有太阳不大正常 最后就沙停在跑道上 这起意外让机场关闭 将近两小时12点20分才恢复起降 造成七个班机延误 不少旅客受到惊吓 非常危险 对 我觉得生命受到威胁 飞机下午1点左右 维修完毕后才脱离跑道 这是国内第一次发生飞机在降落时 主轮全部爆胎的事件 至于爆胎的详细原因 还要进一步调查 中天新闻林梦中黄自会 澎湖采访报导 这就是国内第一次发生的